稍后粉丝提问 哪些武器设定会影响压枪? 对于这个问题 你对此怎么看呢? 下面要说的就是会影响压枪的三个设定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 2 1 你双击了没有 关注了没有 1. 武器支架 很多玩家都忽视了这个设定 其实在不少武器中 都存在武器支架 在趴下的时候会自动出现 可以极大降低武器的后坐力 比如M249 MK14 DP28等等武器 都拥有这个非常实用的设定 啊 射速上限 光着给每把武器都设置了射速上限 只有非常熟悉武器的射速上限 才能更好压住枪 比如M417 MK20-H这类全自动连居 子弹打出的速度非常有节奏 只有跟上它的准心跳动的节奏 才能连续命中敌人 3 灵敏度 在和平精英里有很多灵敏度可以调整 这应该是最影响压枪的设定了 由于每个玩家的操作手法 以及手机类型都不同 在训练场找到适合自己的灵敏度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两人不少蒙心却不管不顾 小玩们 你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